把核桃放笼体里面 给它冲一蒸 98岁的老中医 教我核桃的新式法 没想到这么厉害 首先呢 我们把核桃放到蒸笼里面 先给它蒸8分钟 在蒸核桃时间 我们准备一些大枣 然后我们用剪刀 把大枣呢 果肉给它剪掉 剪好的大枣 加入清水 给它简单用手 抓起两面 清除一下大枣表面的灰尘 抓起好以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把我们蒸好的核桃 迅速的放入到凉水盆中 把核桃在凉水盆中 给它浸泡两分钟 这样能迅速的给核桃降温 同时呢 咱们这核桃 蒸锅以后也迅速降温 热胀冷蔬的眼里 轻轻一剥 咱们就能取出来核桃仁 把核桃呢 我们全部给它剥成核桃仁 把我们剥好的核桃仁 也放到大枣的盆子中 然后把核桃仁和大枣放到铁壶中 给它炒制一下 把它们的水分全部都给它炒干 在这里一定要不停的翻炒 不要大火 小火就可以了 把水分炒干即可 我们把炒好的大枣和核桃仁 给它取出来 放到盘子中 放凉以后 把它们放到一个无水无油的瓶子中 保存一年这就不再坏了 那我们怎么来食用呢 我们来泡水喝 我们每次取这么一小勺 倒入杯子中 然后我们用开水给它冲开 每天呢 我们就当茶水喝 前时喝一个星期 你就会发现呢 你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变化 再加上呢 这个核桃我们蒸过了 在食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苦 大枣呢 也炒过了 里面的香气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大枣和核桃两者 相搭在一起呢 对身体非常的有益 大枣呢 可以补气血 核桃人呢 对咱们的大脑又非常的有益 两者相加 每天呢 就这样当水喝 长期一游呢 您喝下来 身体就越来越健康 今天这个养生做法 就奉献给大家了 如果您喜欢 就收藏起来再加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